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7月11号宣布 俄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出动多架米格31BM重型接机机 图22M3远程超音速轰炸机 在A50预警机的支援下飞临日本海水域举行大规模海上攻击演习 为参加此次士兵演练 俄军战机进行了远距离转场飞行 从长驻地飞抵滴海边疆区的前线机场 演习期间 两架图22M3远程超音速轰炸机 使用KH22超音速反舰导弹 对假想敌的水面舰支发动了强力突击 太平洋舰队的两架米格31BM战斗机 则从海深海近郊机场起飞 在A50预警机的引导下模拟拦截敌方轰炸机 同时俄东部军区开始在库业岛 举行反登陆海岸防御演习 超过3000名摩托化步兵参演 动用了约700件各类军事技术装备 除了坦克火箭炮等重武器之外 俄军还出动了米8直升机 苏24M2前线轰炸机 苏24M2侦察机和多架无人机等空中力量 进行对地支援 俄军的多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 也前出太平洋绕日本列岛飞行 途中还两次穿越了日本领空 令日本航空自卫队大为紧张 俄罗斯消息人士表示 俄罗斯通过一连串的大规模演习 展示了俄军击退外部势力任何进攻的能力 魏老师 俄军战机在经过远距离转场后出现的遥远的日本海 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模拟攻击 针对的目标不言自明 俄军此举究竟有何用意呢 俄罗斯空天军的先进的高空高速截击机 也就是米格31掩护轰炸机 比如说像土耳2M逆火 飞到了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 它的目标只有一个 其实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七舰队 主要是演练空天军 针对美国航母编队的远程奔袭能力 那么如果是多架次大编队 进行这种高速飞行 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大型反舰导弹 或者说超音速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 所以我认为这两种作战平台的搭配和组合 还是想要以快打快 利用逆火和米格31的这种快速飞行能力 进行这种高速的反舰作战 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上作战力量 尤其是航母编队 构成强大的威慑能力 而且米格31这种高空高速截击机 可以发射匕首高超声速的巡航导弹 那么未来我相信米格31 它在远东地区既可以拦截美国方面的轰炸机 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美军的反导设施 包括驻日美军的基地 以及这种海面上的大型航母编队 同时都可以构成威胁